世界收入最高的运动员是谁?那中国的又是谁?世界上的运动千千万,有篮球、足球、棒球等等关注度较高的运动,也有冰湖、手球、滑冰等热门运动,可是不一样的运动员收入也不一样,好不夸张地说某些运动员一年的收入也抵不过别人一辈子的收入,那么谁才是运动员中最有钱的呢? 第五,内玛尔等于九千万美元世界足球巨星,职业生涯,巴塞罗那转会至巴黎圣日尔曼,年薪高达七千三百万元,仅次于足球第一刀心的梅西,球技应该有前五的水准,但是还不够成熟,没有达到领袖的风范。 第四,康纳等于九千九百万美元UFC,是是目前世界上最顶级和规模最庞大的职业MMA,但也是最危险的运动之一,说的好听一点是格斗,说的难听一点是打架,而且都是高手交手,一拳可能就会使正常人致命。 在中国关注度不是太高,可能是中国人不太喜欢这种暴力的运动,但是在外国流量不逊与篮球。 第三,C罗等于1.08亿美元世界足球巨星,职业生涯,离资本竞技骂联,皇家马德里,邮伦图斯,金东家转会费高达1亿欧元,荣誉,基本上除了世界杯没拿过冠军,其他欧冠,世界杯等冠军拿到手软,球技,世界前三的水准,拥有领袖的气质。 第二,梅西等于1.11亿美元世界足球巨星,职业生涯,一直在巴塞罗那,荣誉,欧冠,美飞,欧飞等,与C罗一样都没拿过世界杯冠军,球技,世界前三水准,拥有领袖气质。 第一,梅威瑟等于2.85亿美元,他和UFC综合格斗名将,康纳麦格雷哥的跨界大战,让他的钱包里面多了3亿美元,值得一提的是篮球运动员只有两位上榜,排名第六的詹姆斯,与排名第八的库里。 四的水准